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 也得说个大拇指 在七峡市霞光路上有一家服装店 这店外的玻璃上呢 一直贴着很多的N95口罩和抗原试剂 并且配有如有需要请自取的字样 我们去看一看 这是七峡市民林文川第八天 往玻璃上贴抗原试剂和N95口罩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300多个抗原试剂和1000多个口罩 被市民陆续取走 总共花费了1万多元 正好我周围店周围的行人比较多 有一些环卫工人呀 外卖小个都路过 他们方便的话就免费自己领取了一些 我周围的邻居朋友 大家对我也很不错 然后正好我也买到这些东西了 就闲着贴出来 免费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越来越多的人听说了林文川的做法 防疫物资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为了帮助更多的人 目前林文川仍在想办法 开店这几年 林文川的爱心善举一直没停过 之前就是会在一些公益平台上 卷助一些留守儿童之类的 虽然说不是时间不是很久 两年多 但是我会一直坚持做 我找我朋友买了两百个 就是然后会每天 就是分三个时间点的 还继续往门上放 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领取一下 特殊时期 陌生人之间的守望相助 真的是最让人感动的 也是共亢疫情之下最暖的光 我们下集的解释 那我们下集就可以了